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 我是谢威宝 华南沿岸地区今日风势微弱 而在维港镜头望出去,今天下午阳光相当充沛 所以今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上升到28度或以上 而天文台总部更加是录得29.2度 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而在大范围的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 有度比较薄的云层现在覆盖着广东一带 而我们预计今晚的云量会多一点 另外位于福利宾附近的一个热带低气压 我们预计它在未来一两天会横过铝宋 并且逐渐减弱 而它对香港的天气是没有特别的影响 回到今晚去到明天的详细天气预测 是晚间漸转多云 有一两阵微雨和沿岸是有薄暮的 明天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而至于气温方面是介乎22至26度 风方面是吹微风 今晚转吹和门东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净 而至于之后那几天的天气 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云语与报图》 偏东气流会继续未来一两天影响着我们 而去到这个礼拜的后期 华南地区是会有些骤雨的 而受到随后的大陆性气流所影响 到时的天色就会好转 所以我们展望 随后两三天是会部分时间有阳光 星期六的初时云量会比较多 和有一两阵骤雨的 大家记得留意着天气变化 这一节的天气报告说到这里 下次见 跟 颜色时不见 明确到 closely 再רא